繁瑾 詞曲,林奕 詞曲,林奕 曲,林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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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 在每個角落 在歡笑之中 在悲傷的臉 在我們眼前 我們的愛 超越了世代 分不開 在大約四百年前 一位年輕的耶穌會神父利馬豆來到澳門 當日是一五百二年八月七號 很多船都在這港口 有些人帶著兼職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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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名的船 帶著一個很重要的人 當時不知名 但現在他非常知名 有些人帶著兼職商人 這個人是Matteo Ricci 耶穌會澳門區會長 羅明堅神父接待利馬豆 並安排他在 耶穌會早在一五七一年 在澳門建立的會院裡 這裏是著名的聖保祿書院 和天主之舞堂的遺跡 利馬豆短暫停留在澳門期間 他就是住在這裏 利馬豆的獎相 當時耶穌會遠東監會斯鐸 法禮安神父就是安葬在這裏 利馬豆在澳門短短住了一年 期間他潛心學習漢語 以及認識中國文化 利馬豆很快就發現 澳門並不是中國複存的理想中心 而當時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行裝舉止 更加是中國文化不被接納的 而這班葡萄牙人更加是代表著 中國人爭戶的西方殖民主義 During his 28 years in China Matteo Ricci was always afraid of being seen as a Portuguese colonialist Now we are here to learn and to share the way he answered to those who questioned why he was in China 我們真是好開心 因爲我們可以走回利馬豆 四百年前所走的路 我們將會見到利馬豆當時見到的景物 同一個天空 同一個海 同一個山 甚至是樹木 當然過去四百年一定有很多改變 讓我們嘗試對中國 中國人 中國的文化 都有利馬豆當時的感受 利馬豆認為 有效的傳教工作 應該是由上而下 由最高層做起 最好是先得到皇帝的預準 而最理想 當然就是使得皇上都歸於基督宗教 但是當時中國依然是一個封閉的國家 羅明堅神父和其他神父 都多次嘗試進入中國 不過留了一陣子 都已經要被續回澳門 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中國的傳教工作 因為利馬豆 而最終得意展開 完全沒有想到 當時的兩廣總督 郭應平 會發出文蝶 容許耶穌會會士 在兆慶居留 而兆慶的知府王盤 也都批出土地 給他們建築會院 而一位葡萄牙的富商 也都答應在經濟上支持他們 當時 羅明堅神父和利馬豆 大同有中國血統的翻譯員 斐利伯立即啟程 他們乘船到達廣東之後 辦妥了批文 終於在1583年的9月10日 他們到達肖慶 就算我們距離多遠 也住在同一所家園 雖然他們仍然面對不少的困難 和反對的聲音 但最終都獲准買地 在兆慶城東門外 崇熙塔旁邊興建會院 在這一個 樹立在崇熙塔旁邊的牌匾 說明了利馬豆 曾經在這裏建立會院和教堂 Ricci must have compared it with the churches of his birthplace of Marciaracha in Italy with the monuments he saw when he was in Rome at the Calocia Romano or the churches of Gaon in India 肖慶市政府 在這個富有歷史的麗潮流裏 展覽了利馬豆的生平事跡 我們參觀這個以現代化方式的展覽的時候 獲得批准拍攝 使我們更加了解利馬豆在中國的蓋房 他們的會院是一座兩層高的磚屋 大的房間用作小聖堂 而這個小聖堂 是繼唐代警教和元朝方濟會士來華之後 在中國的第一間小堂 少慶耶穌會會院成為了在朝人士最談的地方 而這兩位耶穌會士 亦都會時常參與其中和他們交談 利馬豆的居所經常高頻滿座 訪客樂易不絕 除了科學的展覽之外 最重要是他兩位西方人得高望重 學識冤薄 在少慶耶穌會的會院裡面 是掛有利馬豆在澳門已經開始製作的世界地圖 而在利馬豆離世之前 他仍然是努力不懈地修訂這幅世界地圖 令其他訪客積積清奇的真品還有 西洋鐘、三菱鏡、日軌、書籍和數學集題等 在會院中亦都掛有一幅聖母手抱耶穌聖英的畫像 這個訪製品是利馬豆來話的時候隨身攜帶的 利馬豆希望所有的真品都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他上朝面聖的貢品 羅明堅神父和利馬豆依秦之苦黃伴的建議 他們將自己的頭髮和鬍鬚剃掉穿上袈裟 在兆慶和中國人交往爭取他們的信任 而利馬豆以西方和尚這個稱號會約於當地足足有十年之久 兩廣總督更加賞賜了利馬豆兩幅很精緻的貶額 上面寫著鮮花紫和西來淨土 利馬豆更被稱為西方和尚 簡單即是和尚或是真人 知苦黃伴時常都會到訪利馬豆的會院 偶爾也會帶同其他的士大夫 目的是增加利馬豆的聲餘 黃伴對利馬豆越來越有好感 而對於一些西方的信仰和風俗感到興趣 利馬豆這個中文名也都是這個時候改的 而利馬豆從此也都記載著在中國很多的古籍上面 被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所認識 自此以後來華的外方傳教士都有這個改中文名的習慣 我知道利馬豆不僅用科學的知識和中國的官員交流 他更加用了音樂去做覆傳的工作 利馬豆都寫音樂的 我相信音樂是覆傳很有力的工具 我是中國人 亦都是中國教會的一份子 我想我們應該延續 先言展開了的覆傳工作 少慶很近香港 但我從來都未來過這裡 我不知道少慶對中國教會是這麼重要的 當利馬豆踏足澳門的時候 他只有30歲 而他在北京離世的時候 享年57歲 利馬豆由澳門去到北京 他覆傳的時間差不多28年 在這段期間 相信日子是非常之艱鉅和漫長的 利馬豆的旅程是極具啟發意義的 其實除了他上經的途中所見所聞之外 亦都是他內修生活的旅程 這樣令他更加了解到 中國的文化和他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利馬豆所寫的宅記 以及他在上經圖中 在不同的城市 所發出的48封信件當中 從中我們可以了解他在中國傳教的歷程 利馬豆這樣形容他的旅程 我逐漸逐漸察覺到 沒錯他的旅程就是不斷地察覺到新的環境 新的視野和新的方向 到了晚上 我們去到聖堂參與主日感恩祭 受到當地的教友熱烈的歡迎 在我們的旅程當中 每去到一個地方 我們都會接觸到當地的教友 今天的中國教會已經非常活躍 他必定能夠為新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 耶穌會士在兆慶看來時事順景 領洗的人數與日俱增 特別是有色之事 但這個好夢突然破碎了 利馬豆深得人心 博得士林的尊重和友情 甚至得到官方在政治和物資上的支援 但卻惹來無理的仇事和疾度 1588年11月25日 范禮安神父命令羅明堅神父離開兆慶 回到意大利 利馬豆在眾多困難之中孤軍作戰 1589年 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 對外國人並不友善 他還將所有耶穌會士逐出兆慶 這次的挫折並沒有摧毀利馬豆上京的決心 他轉往廣東的北部 兆州也就是現在的兆關 兆光 利馬豆曾經在這裡居住 雖然這裡一如利馬豆曾經住過的其他地方一樣 沒有什麼他的歷史遺跡 但是當地的人對利馬豆就非常思念 我們探訪了這裡的唐區 見到修女和一些教友開車到鄉村全教 幸好他們在兆關比兆慶更加受歡迎 利馬豆獲准在光孝寺附近買地建屋 他就是在這塊土地上面 興建了一堂中國式的樓房和聖堂 繼續廣交朝野學士 利馬豆益術偉大的學者渠與葵 歸醫的一段是相當有趣的 他寫道 渠與葵領洗後才坦白明言 他來見我這個西方和尚的真正動機 不在於宗教 而是聽聞我懂得變金術 他主要是想發達 渠與葵是一個例子 他跟隨利馬豆不是真正想尋找天主 而是他想學了利馬豆的知識之後 去幫助他發達 這一點利馬豆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仍然是讓他跟隨他 因為他相信 在跟隨他的過程裡 渠與葵會明白到信仰的真體 利馬豆明白中國學者 和他交往最初的動機都各有不同 但是當他們接受了信仰之後 他們的信德才是真的 渠與葵領洗之後 不單只成為一個熱心的教友 更是利馬豆的擁護者 而且他更向他的朋友介紹西方科學 利馬豆逐漸發現 基督信仰已經漸漸給中國的有識之士 所接受和尊重 渠與葵 和其他儒家學者 都鼓勵利馬豆不要再穿袋衣 而要以士大夫的作為